那么老师 我一直想问你 您在美国二十来年了 咱们现在美国 作为一个发达国家 居然有无家可归者 这确实不符合发达国家 这个身份 跟人家北欧国家没法比 美国这个 有没有历史问题 就是说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历史上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无家可归者 要是说这个无家可归者 他英文叫homeless 应该是追溯到 从清教徒一到美国 就有这个问题了 这个因为那个时候呢 人们也是 只要有一点不平等 这个经济上 收入上不平等 就有这个潜在的 无家可归的问题 那在内战 60年代 也就是内战结束以后 那个时候 无家可归是第一次 最严重的时候 这个当时内战结束 这个士兵 不在战场上 回家 实际上是没有工作的 再一个就是一些奴隶 他离开了 被解放了 离开了农场 但是实际上 他没有地方去 所以那个时候呢 是美国历史上 无家可归人数的 一个高峰 那第二个高峰呢 就是在 1920年代 大萧条的时候 失业的人数 特别多 如果来过美国 这个罗斯福 国家公园 这个华盛顿的话 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 人们排队 领失业金的现象 比去年是 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这个 在1920年代 那个时候 发生了大的 无家可归的现象 那过去这几年 如果咱们 只是照数据来讲的话 实际上 美国的无家可归人数 是在改善的 但这里面呢 总数上大概得有 通常就是50万 到60万之间的 这个数 美国 这个无家可归的人数 这里面呢 实际上有两位 一部分就是 真正大家在街上 看到的 露宿街头的那些 无家可归 搭个小帐篷啊 弄个纸盒子啊 这一类的 无家可归人 这个呢 占56万里面的 大概35% 那更多的 无家可归人呢 实际上外来的游客 在纽约 或者在大城市的街头 是看不到的啊 因为法律有规定 要给那些人提供 这个住的地方啊 所以纽约市在这方面 花钱是非常多的啊 每年 就是给无家可归人 必须得按照法律啊 必须得给他提供一个床位 一个住的地方 那上到哪里找这些地方 实际上纽约市做的办法 就是把一些大型的酒店 直接买过来 或者是全年的租下来 给这些无家可归 让他每人一个房间 连洗澡间都有啊 所以这就是纽约市 解决一些办法 那西岸的一些城市呢 实际上它的 无家可归的现象 如果大家到洛杉矶 旧金山这些地方看的话 你会觉得 怎么这里比纽约还严重 因为在西岸呢 这个没有这个 一定要给无家可归人提供床位的这样的一个法律 所以西岸的话呢 会露宿街头的这个给人的感觉 或者比例会高得多 这个就是现在流媒体上面啊 包括一些自媒体上面报道比较多的啊 大家针对美国报道比较多的地方 就是说美国现在啊 民不聊生啊 流浪汉遍地 加州遍地都是帐篷 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因为加州是少数那种 没有shelter law这样的法律规定 叫shelter 对 就是说政府呢 没有强制规定 一定要给这些无家可归者 办这个福利 给他们提供房子住 提供这种安身之所 所以呢 这个加州这一点呢 确实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按理说我们传统的意义上认为 加州是美国最富有的州 也是最强调人权 最强调人民生活质量的一个州 对吧 加州也是富人的这个天堂 是吧 但是呢 确实让我们感觉 纽约才是应该是遍地流浪汉那种感觉 但是纽约在这方面做的非常好 我呢 现在看到一个数字啊 我们以前年来说 事实上每一年的无家可归者数量 逐年是在下降的 前年还要比去年多的 2019年 美国按照57万的无家可归者的话 我们加州是啊 冠决美国15万 加州有15万 呃 这个纽约州呢 是9万2000啊 这个是由美国的那个15大部之一 叫做房屋发展与城市规划部 是吧 对对对 特别绕口的这个 都市规划发展 对对对对 这方面提供的一个权威的数字啊 美国的数据这方面 科莫曾当过部长 科莫曾当过这个克林顿时期 对对克林顿时期 对 然后呢 我这方面唯独 唯独没有我们佛州的数据啊 对佛州区 实际上佛州也是很多的啊 前美国这个无家可归人数 最多的和人口实际上是成比例的啊 那第一多的加州刚刚胖也说15万 这是占了50万里面的 大概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啊 这样一个数量 那第二就是佛州 德州 纽约州啊 这四个 我这边看到的数字啊 纽约是排名第二 佛州没有看到数字 估计也不是第二就是第三 但是有一个非常让我意外的地方 德州啊 他是第四没错 但是他的数字只有两万五千多人 嗯 是 这就是德州比较特别的 换句话说 几个大的 纽约 这个纽约大概在10万左右 那加州大概15万 再加上佛州和德州 这基本上就占了超过60% 换句话 这四个州的无家可归人数 超过60% 刚刚你提到还有一点 就是大家脑子里面想到的 哎呀 这些都是富有的州啊 像纽约啊 华尔街啊 这个金融大亨啊 我们经常听到 那加州的话 什么好莱坞影星啊 这些 反而这些地方的 这个无家可归人数要多 相反 在美国无家可归人数 最少的州 反而是最贫穷那些州 例如 肯塔基啊 阿拉巴马 密西西 都是这 后面你可以看到 总数最少的州 相反是那些 因为美国的这个人口 是流动了嘛 如果你是无家可归者 你要偶尔靠见 政府的救济啊 或者乞讨过日子的话 那咱们肯定是奔着富的地方去 对吧 富的地方的人呢 更有同情心 更有这个闲钱 比如说我今天在开车的过程当中 等红灯的时候 我永远在车的这个手套箱里边 放一点零钱 都一块一块的 我有时候但凡看着那些路口啊 有个举个牌子的那种 有的时候呢 就是咱自己虽然是穷人 但是有的时候也忍不住摇下车窗 给他第一块钱 这样子啊 但是如果是在纽约的话 这样的人呢 有偶尔还能拿个五块十块都有可能 因为纽约的这个人呢 加州的人呢 收入还高一些 实际上在美国呢 这两个这两个现象 一个是乞讨 英文叫panhandle 一个叫或者叫begging 一个叫这个homeless 实际上这两个是息息相关的 但是在术语上 在法律上 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实际上还有一个争议的 就是homeless 是不是一个非法 是不是illegal做homeless 这个东西还违法 是 这个begging和homeless 换句话说 当你把这个帐篷搭在 人行道上 挡住别的行人走的时候 这是不是一种 应该被取缔的一个东西 实际上在美国很多的 政府里面 州政府 市政府里面 实际上是有很多争议的 这个呢 联邦政府已经给了规定 不可以 把这些人 送到监狱 或者是抓起来 或者逮捕 或者开发单 这个是 联邦政府 有这样一个规定 那这个东西有判定吗 你比如说我是乞丐 我是homeless的话 政府会发给我一个证吗 如果说我有一天 我搭一个帐篷在街道中间 那我肯定会被警察赶走的 对吧 所以呢 在加州 纽约市长 纽约已经有这样的法律 就是说 只要 你在街上露宿街头 那 政府就必须给你提供一个地方 让你住 你如果实在拒绝去 那可以 那就要遵守第二个法律 这就是现在 洛杉矶现在做的第二 第二法律就是规定在某些地段 你不可以去 例如在这个公园 入口的地方 500英尺 500英尺像哪 15米 16米左右 这个是不可以 搭帐篷 不可以做事 不可以成立你的这个家的 那学校 边上 教堂之外 多久的地 多远的地方 不可以 有的地方比较近 像是10英 10英尺左右 有的地方就规定是500英尺左右 所以这个是像教堂边上就10英尺之内 不可以打你的小棚子 你只要在这些地方以外的警察是不可以驱赶你的 OK 但是你也不能在别人家的property门前去打是吧 对 我刚说这些都是公众地方 公众地方 在public的地方你可以这样做 但是有那些距离上的限制 就是对公园对无家可归者的重要意义在哪里 在于洗手间 对对对 因为公园里面的洗手间是最炙手可得的 这个患者 他们只要在 对公园里面有公共的洗手间可以用 所以如果不允许他们进入公园的话 实际上会造成更大的一些卫生上的问题 你一说这个公园和无家可归者 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发生在咱们纽约 一个震惊世界的事情 就是占领华尔街运动 占领华尔街运动那个时候呢 大本营就在这个Zuccotti Park 就三一教堂旁边那个Zuccotti公园 right 但是那个时候就属于特殊情况啊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这些运动者 都占领了整个Zuccotti公园 就当时占领华尔街的大本营在那里露宿 但实际上啊 我们生活在纽约的人知道 那种声势浩荡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其实到后来就演变为了无家可归者的 这些流浪汉的这个乐园啊 变成了他们的狂欢 他们可以合理的就在Zuccotti Park这里呢 搭帐篷啊 就是强行的冒充抗议示威者 但实际上呢 他们就是这个 我们讲的无家可归者的流浪汉 是 包括这个pandemic 这个新冠病毒爆发以来 大家知道很多人都不需要上班去工作了 曼哈顿的很多大楼是空的 很多都被这个无家可归的人给侵占 包括银行的这个提款机边上 包括咱们在休斯顿的大使馆 对对对 包括咱们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书休斯顿总领事馆 挺恶心的 在撤掉以后 估计是故意恶心 咱们是吧 但是因为总体上 美国对无家可归者是 容忍心还是蛮大 觉得这方面宽容还是很大的 这里面包括了这个刚刚胖子说的和中国这个对比 实际上咱们中国的一些乞讨的人 大家看到和美国实际上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残疾人特别多 是的 包括咱们您刚提到这个路上 街头上这些是吧 我觉得至少都有一半吧 是有残疾一些 但是美国的残疾的标准呢 就高一点 有的时候他就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腿脚不变 不像是中国 一定要弄得很惨才能要到钱 是他也算 而且其实还有一部分人 不光是身体上残疾 他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问题 非常对 非常对 实际上咱们看起来 就是无家可归真正造成他的原因 实际上真正的最大的 和人们想象的不一样 这些人是不是都是酗酒吸毒 这个不求上进的人 第一呢 实际上很多人确实是被迫 因为房租太贵 像过去的这十年 纽约市的这个房租 大概上涨了23% 但是人们的收入 就尤其是工薪阶级的收入 并没有像房租这样上涨这么快 所以房租上涨 这是一个在一个最低工资 保障的这些工 实际上一年只能给你带来 一万五千块钱的收入 所以这两个是实际上是最大的 那第三个呢 才是这个mental health 就是咱们说的精神性的疾病 这个呢 是也算比例相当大的一个 你刚说的一个 第四就是酗酒吸毒者 所以大家对无家可归 实际上纽约的这个 这个无家可归的人里面 Homeless里面 大概70% 我说了65%到70% 是住在这个政府提供的这个房子里面 这里面又有70% 实际上是有家庭的 纽约是允许他们带着孩子在里面住 其实这个无家可归者的孩子的 这个健康营养一系列的问题 才是这个很多政客们也好 社会真正关心的 因为很多无家可归者 他不仅他只是没房子 但是他有家有老婆有孩子 甚至还有不少孩子 是吧 这些拿按照中国标准 应该叫留守儿童也不叫 反正就是这些流浪汉的孩子 其实是一个大问题 而且这些孩子据说 因为成长环境 他就跟这些个底层的成长在一起 所以他们当中在成长过程当中 有心理疾病的占一半以上 对这里面实际上是有个刻板印象在里面 像咱们经常用那个词 就是胖子刚刚说的这个叫流浪汉 这个字呢 应该说几乎是正确的 因为真正的这个 无家可归人里面 绝大多数应该都是汉 都是男的 而且都属于这个 没有正式工作的 但也不妨应该说有三分之一左右人 他们白天是要上班的 白天呢 有可能去剪头发 是一个这个在理发店里面工作的 也可能是一个送饭的 也可是一个送外面 只不过因为他没有永久的住所 他就被判定成是homeless 所以这56万人里面 是包括了所有的这些人 你看到这些人 你怎么问 我 是不是 我给大家看 我让你 possiamo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